是未来我觉得台湾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们看到国光石化最后的结果不是白海盆转弯 而这样的一个结论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领导 他有什么英明之处 原因绝对是因为国人一股对于我们过去环境的一个疼惜 展化为一种民意的压力 那我们从2005年一直在捍卫阿朗一股到至今 我们就感受一股台湾有一个所谓的利益团体 这样的利益团体呢 它隐身在所谓的工程 所谓的道路 所谓的开发 这样的一个迷失之下 它对于台湾几乎是吹枯拉朽的 它不会放过任何天然的美景 也不会放过任何生态敏感的区域 乃至于说我们一直跟环境委员报告 这里呢 阿朗一股道上面 如果你们有手册 你们可以翻开这一页 这页你们可以更具体的看出来 在屏东的东海岸 热带亚热带範围内的国家公围 跟南人山的自然保留区 那要把热带跟亚热带 跟我们中央山脉连接上 往北走 就是我们屏东的南大五山跟北大五山 里头会有温带跟寒带的物种 那这样的距离只有60公里 这60公里目前都还是低度干扰 低度坏的一个倾向 那因此我们说 这里呢 跟环境委员在环境的过程 一直争辩着说 这里的生态敏感 是全世界仅有的 它有世界级的景观 有世界级的重要性 尤其是全球暖化 所有的物种在迁徙的路上 必须有一个生物补偿的 这个路廊给它 那如果台湾的公路太发达 刚好会把这样的短短60公里 世界的物种基因库 完全切割掉 可惜的是 在环境的过程 他们只考虑 他们说我们依法 只考虑路廊两道路 运离道路两边的200公尺 那我跟各位朋友报告 EVEN是200公尺的物种 都是世界级的 他们调查出来 在200公尺的范围之内 就有15种稀有的植物 有25种特有的植物 然后有18种特有的动物 36种特有亚种的动物 如果算保育类呢 一级的保育类有4种 二级的保育类有26种 三级的保育类就有19种之多 你看光是这么敏感的区域 我们的公路总体都说 因为虽然会让它有一点点消失 会让它不可逆 可是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有相同的物种 各位 这句话是来自于 环境委的召集人 也就是 他还是生态演化组的所长 各位我想今天跟各位朋友 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谓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我们在乎的不是只有物种而已 生物多样性的开中民意的这个定义是说 我们要保护物种 基因以及漆地的完整 结果我们看到国家的程序 在面对这个不可逆的开发案的过程里头 他只说这个物种别的地方还有 而漆地在它的隐含当中是可以牺牲 是可以切掉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 刚刚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器呢 它毫不流行的 不对任何该给下一代完整的资源 一个活口 所以我们看到它环岛公路网即将要完成 让我们非常的隐忧 因为这个